欢迎大家收听宝岛全世界 我是戴班主持人石板明夫 今天本来是约好了 这个严若芳议员一起来上节目 谈一些这个关于选举各方面的事情 但是这个严议员现在有形成 有延迟 所以说以上来我先讲几条新闻吧 首先呢 这几天我一直忙在这个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 这个我在这个我们这个电台 以及各个媒体一直在推这个活动啊 我认为是能够促进台日关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活动 这个展的赶的已经在3月27日正式开幕 在就是在总统府旁边的这个张荣发文教基金会的六楼 有这么一个大概300平左右展厅 开幕式那一天呢 台湾的这个蔡英文总统 林家龙总统府秘书长 史哲文化部长 以及还有郑文灿行政院副院长 以及呢日本的有个原田一昭前邮政大臣 前环境大臣啊 然后还有这个全玉泰这个驻台湾大使啊 当然那个谢长廷驻日本大使也也从这个东京正好他有行程来台来台北也一起参加了 就是基本上这个日台双方的重要人物 大概有100人左右出席了这么一个 呃就是说纪念安倍的这么一个活动 呃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啦 然后其实呢3月27号那一天呢 正好是马英九前总统要访问中国 出发那一天 呃还是呢就是说 呃这个洪都拉斯 中美的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的第二天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呃台湾有这么多重要人物出席这个安倍的 呃这个纪念影像展的我认为是别有意义的 就是说台湾呢虽然在外交上有一些挫折 虽然呢台湾被中国呃利用啊 前总统马总统被中国利用 然后到了中国去 在国际问题上看到好像台湾一边也有很多亲中派 但是说呢大部分台湾的呃人民和台湾的政府都是坚定的站在这个国际自由民主的价值这这一端的呃 呃这个蔡总统的讲话也非常感人 他说呃怎么说呢 安倍是台湾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我的好朋友也是蔡总统个人的好朋友 呃安倍呢提出的亚太这个印太啊印太这个战略构想的已经现在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然后呢蔡总统还感谢安倍生前呢对日台关系做出的这个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呃等等等等就讲了这个很多 然后呢呃呃 呃 权于泰大使讲话呢是由我上 印试上场翻译的 这个权大使呢他就是说他讲他说就是说他看到了这么盛大的这个安倍的一个纪念展在台湾召开 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话呢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日本有任何一个别的前首相能够在日本国之外的地方召开这么盛大的一个纪念影像展 这是一个怎么说 说明这台湾的民众对安倍前首相的爱戴 这个权于泰代表说呢 他作为怎么说呢 呃呃呃呃就作为一个日本人感到这件事呢 呃呃员呃呃非常高兴也非常光荣 呃呃 然后呢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呢这个赖清德呃副总统呢也到县时来 现场来 因为这个 赖副总统呢 没有清场 就是跟民众一起去观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亲民的 就是说 我看到现场很多来观 这个影像展的民众 都跑来和这个 赖副总统的亲切的交谈 互相一起拍照 等等 这个场面非常温馨 当然说赖副总统一边看照片 一边回忆起了很多 自己当年和安倍 这个交流时的点点滴滴 这个安倍前首相去世之后呢 赖副总统是 第一个跑到了安倍家去调宴 而且呢 就是说出席了安倍的葬礼 实现了台湾的外交上的 一个重大突破 那么这个赖副总统 我觉得赖副总统很低调 他就是基本上没有发表什么谈话 只是默默的在看这些照片 然后呢 默默的和这些 来在场的这个观众在互动 今天 然后呢 就是说这是第二天 第三天的上午 也有很 这每天这个摄影展 都是络绎不绝 来很多人呢 我现在基本上不是出来主持节目 参加拍摄 录影 就是在现场 这个怎么说呢 接待各路的这个来宾 第三天呢 来了就是说流亡 西藏政府的这个外交部长 和外交部秘书长 这些人来到现场 然后呢 他们就是去看了 这个因为他们知道安倍首相呢 是非常关心西藏人权问题的 在任期间呢 跟这个达赖喇嘛 有很多互动 所以说他们就是会场上 因为这会场上 安倍的人生做的事情太多了 把他凝聚的两百多张照片 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说 哎 正好里面还有一张 安倍是接受这个达赖喇嘛 现哈达的这么一张照片 然后呢 这些西藏的这个官员 外交部的官员 也是非常激动 都在那张照片前面合影 那么 其实呢 日本的和中国呢 虽然安倍很支持西藏 但是说 确实跟西藏的 受到中国巨大的压力了 因为对中国来说 对日本来说 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然后呢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怎么说 企业应该有 光是中大型企业 就有四万多家企业 在中国投资 所以说呢 是很难抗压的 中国的压力 但是安倍首相在人期间呢 还是和西藏有很好的互动 等于说呢 还有各地的什么 台湾的教师联盟啊 一介联盟啊 很多团体都来这个看展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展 现在想起来的 确实是办的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就是说这个会长 还有到现在为止结束 可能还有十几天吧 到4月10号为止 希望呢 大家能够 就是说 如果还有机会 有时间的话 能够到会场去看一下 这个体验一下 这日台的交流 和安倍首相 共同缅怀安倍首相 同时呢 也要成前起后 为共同的和日本这个 继续发展友好关系 共同的捍卫 自由和民主的主权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捍卫主权呢 我觉得 这之前我还听到一个比较 让人震惊的消息了 这个台湾应该也报告 但是报告不大 就是说 有一个日本制药厂的员工 在北京被捕 然后中国外交部 证实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这家制药公司呢 叫日本的 安斯泰来制药公司 这名员工呢 因涉嫌违法中国法律 被当局拘留 中国政府 外交部27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 该日本公民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中国已经按照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和中日领事协定的相关规定 向日本驻华使馆通报 日本内核官方长官 松野博一则呼吁 北京当局尽快释放日本公民 并允许使馆人员前往探视 怎么说呢 我看到这个消息 因为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前呢 就已经有很多人 给我打电话了 因为这位被捕的这位男性 日本的药厂员工呢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跟他已经有十几年的交情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 经常一起吃饭 这个人 我不知道 日本媒体没有报他的名字 可能也许是家属的要求 所以说 我在这里也 如果是家属的希望 我也没办法公布他的名字 但是说 这个人呢 怎么说呢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而且他绝对 不像一个日本间谍 怎么说呢 我过去在北京办一个读书会 这个是有很多的 有日本人 有日本的记者 也有中国的记者 一些大学的年轻的学者 教授 还有一些这个 怎么说 中国的媒体人 和中国的一些自由创作者 基本上有大概四五十人吧 然后我们每个月 便办一个读书会 就找一些书来读 然后找一个讲师来讲 然后就是知道各种知识 我办那个读书会呢 大概应该现在算起来 已经将近十年前了吧 就是请这位 这个人 他说今年五十八岁了 这五十八岁的药厂员工 说是员工 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药厂的 一个中国的负责人 在做的也很大了 请他来演讲 他们是这个 药厂名可以公布 就是安斯特莱 安斯特莱制药公司 是日本非常大的制药公司 他卖个很多药给中国 就是说有的药呢 是比如说人要 这个脑衣穴啊 或者脑梗的时候 这个半身不随 要复健的药 他们也卖 然后呢 我这个 这位我这朋友 他给我讲 演讲的时候 给我 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他说中国和日本的 这个民族性不一样 他说有的时候 比如脑衣穴 然后半身不能动了 然后要求复健 就是有很多复健的设备 有很多药 然后呢 他说如果是日本人呢 这患者是非常努力的想 怎么身体恢复好 所以即使再痛 也会咬着牙 配合医生 配合那个复健师的动作 然后呢 呃 这种情况 大概比如说 他可以复健到 过去的身体机能的 百分之六十七十 甚至八十 是因为很努力配合 也加上他们药有用 他说但是中国呢 很多的中国的患者 同时也得到了 这个脑衣穴啊 也是半身不随了 然后呢 用同样的菜单 同样的这个训练方法 吃同样的药 但是中国的这个患者呢 他的配合度 不像日本那么高 就是一弄就痛 痛痛痛就叫痛 就不想弄了 然后你要再催着他弄的话呢 他就跟你生气 然后他那个家属呢 也会说 啊本人都那么痛啊 你干嘛逼人啊 就这样 所以说呢 他说住日本呢 可能有六七成的恢复率 到中国呢 就变成四五成 所以说后来呢 有的这个读者问他 有的这个使用者 说你这要 你说能恢复到百分之七十 怎么这么多人 只能恢复到一半都不到啊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 他说这个 其实是民族性 和从小的文化有关系 他说日本的 虽然同是这个脑溢血的患者 同时半身不随 但是他们面对疾病的态度 和就就不一样 所以说他说 也不光是这个药的问题啊 然后我这位朋友呢 他后来我在北京 我是2006年11月走的 他可能比我稍走一两个月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 基本上天天在一起吃饭 在一起喝酒 人很好 就是当然这个人的性格就有点 做事很强势了 就是说凡事 不管是参会什么 十个人二十人 只要有他在 这个基本上都要听他的话题 都是他来决定 这么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他也很有钱 就是这个制药公司 而且他是卖药的 而且卖的药不是一盒两盒 而是大量的什么一击中箱 两击中箱那种卖法的话 那当然说他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收入是很高的 所以说呢他做人都是 就是说在北京圈里面很有名 而且做事很仗义 就是说花钱也大方 对人也特别好 但是就是做事有点强势 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我最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时候 我们俩好像还有人朋友 给我办一个共同的送别会 然后呢 这个我这个朋友呢 他自己呢 把一个餐厅整整体包下来 然后买了一条这个大的金枪鱼 然后请厨师把这金枪鱼 当场解开切肉 吃那个从金枪鱼上切 刚切下来的生鱼片 那场给人印象很深刻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好朋友 后来他回日本 我也回日本 我们还在日本吃过饭 结果呢 然后他我在日本 然后呢 我在日本当个几年 这个怎么编辑之后 我要到台湾来的 他也又去中国了 这一次呢 在中国 就是说最后呢 他是该退休了 所以说他是把中国 所有事情处理完了以后 要往日本回 在二月底 要回日本的时候 中国的朋友 送他到机场 他进去了 然后日本的朋友 公司的人到机场来接他 他就没出来 结果呢 就是他在飞机上被控制了 是说他以间谍罪 所以这一点 我是坚决不相信的 因为这个人呢 他并 首先他是比较喜欢中国的 而且对政治不感兴趣 我们聊天 聊政治 只要谈到政治话题 他聊一两句 他就转话题 就是他不是很感兴趣的 另外一个呢 他又有钱 这个又有社会地位 所以说呢 他根本不可能 从事什么间谍活动 而且日本呢 又没有从事间谍活动预算 然后这两天呢 有人说是那个 他是不是产业间谍 因为制药公司嘛 是不是偷个药的 秘方之类的 配方之类的 但是说开玩笑 现在日本的药 是全世界大家都认为是好药 中国的药 在中国国内 中国自己的老百姓都不相信 中国人去日本 一定要先去药店排队买药 那日本的药 这个大的制药厂的 这个高级主管 他你说他可能 偷什么中国的配方 他被中国中方偷走 是有可能的 所以产业间谍 根本也不可能 所以说我认为 他可能是被卷入了一些 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 所以说 但是什么权力斗争我不知道 所以说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 怎么说呢 是一个 非常担心 我也希望他早日能出来 而且我 但是我昨天看到 蛮不错的消息 就是日本那个 林芳正外相 就是大家都认为 亲中派外相 突然之间决定是 好像是下个星期左右吧 要访问中国 就跟中国谈这个事情 那尽量的给中方 中方施加压力 这点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希望呢 能够早日给他救出来 然后其实我也觉得 现在在中国被关的台湾人 这个包括台商啊 各种原因被间谍罪 关上 我据我了解 几十人 甚至有人说上百人 那么我们现在这位 马英九总统 前总统去了中国 你在那里光说什么 和平 这个奋斗 振兴中华 你不如先跟中国交涉一下 如果能把这些 被中国抓的这些 冤罪抓的这些台商 能够救出来一两个来 我想大家对你态度 一定会有不同吧 另外一个呢 我现在想讲一下 这个关于 洪杜拉斯跟台湾断交的问题啊 这个洪杜拉斯跟台湾断交 之后呢 我们看到 有一个就是说 捷克的众议院议长 埃达默娃来到台湾 另外一个呢 怎么说呢 不但跟蔡英文见面 而且呢 还在这个台湾演讲 这个关于捷克访问台湾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就是说 捷克 你想就是说 我们记得几年前 韦德奇 是捷克的这个上院议长 参议院议长 这次来的是众议院议长 上一次的参议院议长来的时候 中国就打 对台湾批评了很多 就是说文攻武嚇 一个是抗议台湾 一个是对捷克 施出了很大压力嘛 就是说 中国呢 当时王毅外长还放话 说得很狠 但是说呢 现在想起来 捷克这个 怎么说 一党回去 韦德奇不但呢 这个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而且选举又当选了 而且这一次呢 重远一党 又来到台湾 所以说我觉得 台湾现在的外交 就完全已经进入了 怎么说呢 价值观外交的模式 所以中国 你把红杜拉 挖走的话 基本对台湾 是没有一个太大的伤害了 那顺便我们讲这一次呢 马英九前总统 就是这次蔡英文总统呢 这个 3月29号 这个访问美国 他访问美国呢 当然表面上是访问中南 南北的两个国家 实际上就是说 以过境美国为名义的 访问美国 他这是台湾外交上 一个重大突破 这重大突破怎么说呢 就是说在台湾 过去呢 这个台湾的和这个 蔡英文已经是第六次 第七次去美国了 但是过去呢 从来在美国 没有见过这个重要人物 这次呢 要见这个麦卡锡 美国的中议员议长 这个 过去我记得 我当年采访 陈水扁前总统的时候 陈水扁说 那个时候台湾的外交 被打压的非常惨烈啊 就是说 他是大概在2001年左右 访问台湾 访问美国的时候 也是在加州 当时他是和美国 一个国会议员啊 在一个餐厅的厨房里见面 什么叫厨房见面 就是说 陈总统在这个 餐厅的一端 这个另外一个的餐厅 餐厅的另外一端 双方呢 在怎么说呢 约好了 然后在这两个餐厅 共用一个厨房 然后偷偷的 陈水扁好像也假装上厕所 对方在厨房里面 到厨房 然后两个人见面 站着谈个几分钟 那个时候 陈总统就认为 那次会面 就是台湾外交的 一个历史上的突破 但是这一次呢 蔡总统呢 他是堂而皇之的 去了这个 怎么说呢 美国 又和美国的这个 第三号人物嘛 美国第一号人物 是总统 第二号总统 第二号人物是副总统 第三号人物就是说 这个中原议长嘛 这个直接见面 这个是一个 非常一个难得的 一个机会了 怎么说呢 我觉得 如果说这条事情 偷破之后 那也就是说 我们想记得 当年 两三年前嘛 美国成立一个法律 叫台湾旅行法 台湾旅行法 就规定 台湾的重要人物 和美国的重要人物 可以自由互访 这么一个法律 但是后来 这法律刚突破 就开始疫情了 开始疫情 双方就不能直接的 互访了嘛 去年 直到去年 美国的佩格西 这个参议院 这个佩格西中院议党 来到台湾 这中国一生气呢 把它变成一个 怎么说 一个大型的军事演习 但是说呢 这一次 麦卡西没有来 如果蔡英文进行了回访 又在这个麦卡西的家乡 加州 见到了会谈的话 这等于说 台湾旅行法规定的 就完成了嘛 你来了一趟 我去了一趟 一旦这个完成了以后呢 这个对中国来说呢 就是变成了一个中国 他再说这一个中国 中国叫一个中国的原则啊 就基本上不管用啊 因为你看 互相的这个法律 已经突破了 那么美国如果这么成立的话呢 别的国家 大家都可以开始学 学着美国在弄 那么就很可能今后 比如欧洲别的国家 比如说立陶宛啊 等等国家就会出现 所以说中国一定要阻止他 中国一个阻止 就是说一个把这个 洪杜拉斯挖走了 另外一个呢 让这个马前总统去中国 我认为马前总统去中国的 所有的行程是中方安排的 而且去中国的时机 也是由中方安排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两个目的都是说 为了把蔡英文总统 这个访问美国的影响力 降到最低而形成的 所以说呢 这一点 我觉得中国这次呢 做了很大 但是实际上呢 没有什么效果 第一呢 就是说 洪杜拉斯这个 对台湾没有什么杀伤力 第二呢 马英九去的话呢 根本没有 不但是没有杀伤力 而且我看到 会对国民党的选情 有一个很大的伤害了 国民党 比如说这一次 选举的这个 几个人物嘛 这个不管是侯友宜啊 还是朱立伦啊 还是 最近提起这个 卢秀燕 据说意义很高嘛 然后还有郭台铭 这些人根本 都是在两岸问题上 没有什么论述的 国民党他们不敢提 因为自己连选都 出来敢不敢 出来选都不敢说 碰到这种事 当然不会说了 在这种情况上 马英九就跑到中国去 他说我先承认 这个虽然 也讲了什么中华民国 也讲了一些什么 就是说 怎么样 但是毕竟还是按照中国的 画下的逻辑嘛 而且你看他还跑 访问了南京大屠杀 这个纪念馆 还要去什么武汉 这个 还要去重庆的抗日设施 还要去什么张志忠的 不知道他张志忠 在台湾有没有名 张志忠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 一个中将 在北京 我过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我在那里 就是当个几年访问学者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吧 那个 那条街 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 那条街就在张志忠路 张志忠路是当年 就是中日战争的时候 阵亡的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 但是说真的 他是将军 其实也是因为国民党 内部的派系斗争啊 这个被牺牲掉的 这么一个军人啊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 我不认为这个张志忠 在台湾有多尬的知名度 不知道马英九那么去给 为什么给张志忠 这个牧里面献花 我想很可能就是说 中方安排的 希望台湾和日本的 这个分段台湾和日本的关系 最近台日关系走得太近 这个中国不希望走得太近 也是想做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说我觉得马英九 他做这个动作 传回给台湾的信息 并不是很好啊 就是说 对台湾的不但是对整个的 这个国民党 这个伤害 对台湾现在被传出来 几个候选人来说也是伤害 比如这些人只要你 反不明显的 站跳出来反对 马英九 那么基本上 怎么说 你就等于默认 马英九的说法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马英九这次去中国绝对是对国民党的一个选情是一大伤害了 所以说这几天我跟几个外国媒体说 见面他们说 这下赖清德应该已经稳 稳坐掉于台了 就是马英九 台湾国民党 现在还在两岸政策这么纠缠不清的话 而且马英九到中国释放出来的所有的信息 其实都是对 怎么说呢 中国有利的 对中国 对习近平是加分 对马英九也是加分 但是对台湾整体是减分 对国民党更是减分 所以说 马英九这么搞下去的话 基本上 在国际社会上 就没有人看好国民党了 在台湾民众 大家眼睛都是血亮的 你到这个时候 你去中国 你去什么 虽然你喊个什么中华民国 但是说 老实话 你在中国 基本上是按照 当成对方的棋子 被人拨来拨去 这一点的话 我想大部分台湾人是不会接受的 然后这条新闻是 马英九今天参观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呢 他提到了 这个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上罕见的野兽般的行为 中国成 中国人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因此他在这个 留言博上写到 历史绝不可遗忘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在这件事上汲取教训 要自立自强 才不会被人欺负 任人宰割 然后还表示什么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管在海峡哪一边 这个 都应该自立自强 面对外面的欺凌 要勇敢的抵抗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也 也没有错了 就是说 面对外面的欺凌 要勇敢的抵抗啊 那么是在谁在欺凌台湾 70年前日本发动了 这个 侵略战争 这点我想日本的 整个国家社会 也都承认了 出一小波 极右翼的人士 大部分都承认这个战争 并不是一个 正义的战争 但是说 日本已经反省了 日本在军事法庭上 日本当时的执政者 都受到了 这个应有的处罚 有很多人 被出一个绞刑 然后日本之后 战后 这个实行了和平宪法 在历史上 在日本战后到今天 已经将近80年了 日本的军警 在海外没有开过一枪 在海外没有杀过一个人 没有杀过一个人 所以说关于这一点 日本是坚守和平的 那么日本现在根本 并不想欺负中国 那么现在想欺负人的是中国吧 所以说这一点逻辑 我觉得马前总统 如果你弄不清楚的话 你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马英九去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这个新闻 也许中国人是怎么想 中国人听到这新闻 会拍手叫好 觉得台湾人 跟我们一起反日 跟我们一起仇日 给大部分中国人有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对习近平是加分的 那么如果回过头来 他对台湾来说 我想大部分台湾人 对这件事无感的 但是对日本人来说 我觉得对日本人是一个伤害嘛 就是说明明的 这个当然南京 大屠杀 这个当然日本学界 有些存在质疑的声音 但是说在南京 有一些这个反人道的 对这个平民 甚至俘虏 甚至平民 有一些屠杀行为 这一点我想 大部分日本人是 就是完全承认的 当然说 具体的这个被害人 是三十万 还是五万 还是四万 到底多少人 这个是有很多学术的争议 但是大部分是承认的 承认以后 日本战后已经反省了 而且已经 现在不但变成一个 和平的国家 而且现在在台湾 面对中国霸凌的时候 日本是要求和中国 这个是支持台湾的 是和中国对抗的 但是马前总统说 这什么中国人 是最大的受害者 另外一个 应该这个中国人 吸取教训 要自立自强 才会不被人欺凌 任人宰割 好像还是在批评日本 还是在对日本 进行仇日教育 我认为这一点 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处理问题的方法了 所以说我觉得 怎么说呢 他这套南京大屠杀 纪念馆 马英九去采访 这套信息传开的话 很多日本人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那么我觉得 对台湾的印象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负面的东西出现了 所以马英九 这次访问中国 其实对台湾的 负面的影响 是蛮大的了 还有一个 马英九这个提出的 这个百二 避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 马英九 他讲中华民国 因为他去之前 这个台湾的 大部分的 这个 舆论节目 都认定 马英九 不敢讲 这个中华民国 但是说呢 马英九 而且他是非常 就是说 自然的 写了民国 一百二十 这个一百十百十二 然后呢 还讲到了什么呢 就是说 那叫什么 关于 这个中华民国的 前总统 马英九 再次强调了 好像中国 也没有说什么 我觉得这种呢 是属于 但是我们仔细看 马英九 这谈话呢 其实 他是一多半在讲历史 就中国也承认 就是1912年 成立一个中华民国 到1949年 中华民国 是中国唯一的 一个合法的政府 但是后来 中国的讲法 中华民国 是已经 就是说 结束了 所以马英九 他讲的 这个中华民国 你是讲历史上 的中华民国 还是讲 现在中华民国 这个是有两种 可以解释的 所以说 我觉得 怎么说呢 他虽然讲 中华民国 但是并不代表什么 有一句话叫 奉旨造反 就是奉到 皇帝的旨意 你可以造反 皇帝对你既往不咎 那么 马英九 这次去中国之前 一定 在水面下 和中国 进行了非常 细腻的商议 商量的事情 所以说 我觉得 这些事情 应该都是中国 安排好的 而且中国表示 接受的 那中国 为什么要接受 马英九 说可以 这个 从事中华民国呢 其实我觉得 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说 希望 下一次 总统大选 国民党 能够当选 能够帮助 国民党的选情 当然说 马英九 谈中华民国 这个说法 对支持 怎么说呢 对支持 台湾所谓 中华民国派 支持阮本里面 是有效果的 但是对大部分的 这个中间选民 包括台湾的本土的 四项选民 我觉得是没有 任何加分的 所以这中华民国 应该是 没有什么 太大的 效果了 然后呢 马英九 还去了这个 南京的中山林 中山林的话呢 就是怎么说呢 中国呢 其实对于孙中山 中国共产党 一直利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不知道 在北京天安门 前面 这个挂的是 平常是毛泽东像 但是每逢国庆 每年有几次 要换成孙中山的像的 所以说 中山林 在中国也是 就共产党之下 也比较尊重的 也是利用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一次 中国让马英九 去这个 去中山林 去拜见 我个人认为呢 也是一种政治上的 一种交换 让希望能够 让马英九 能够变成 台湾的统派 台湾泛岚的 颖秀的 这么一种 政治上的表现吧 好 现在演艺员 终于赶到了 是 师傅老师好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抱歉 刚刚选上 现在跑行程很忙 主要跑选区 对 就是 因为你选完 当然 就是有行程就要跑 包含公计 大大小小的协调会 跟会刊 其实真的都非常多 然后还有地方行程 因为刚刚去的是 是一个 之前有帮忙 在当议员的时候 2014年到2018年 我当议员的时候 有帮忙一起协助 的一个案子 你看这么久 然后现在才剪彩 超久的时间 对 然后里长就说 这个一定要到 我说好好好 本来想说 可以半个小结束 就没想到超久的 很抱歉 没关系 我这样 就是说 比如说这次 现在马前总统 在中国 那么我其实 他现在叫马那个 马这个 马这个 马先生 马先生 然后呢 在北 在我们在日本的 我们东京的本社 也打电话问我 说这个怎么办 就是台湾是不是 因为在日本来看 去年的九合一选举 国民党大胜嘛 对 那现在国民党 应该代表台湾的 新的民意嘛 对 就是按照逻辑 一般外人来看嘛 对不对 但是在台湾 我们其实并不太 感觉这样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去年为什么 稀奇糊涂 民进党会输掉 当然你在那场选举中 你是很侥幸的存活着 现在我像 你回想 那场选举 应该选取来 也不是很好选吧 其实 地方是 因为他是多席次 对 多席次来讲 真的本来就是 没有那么容易选 因为很容易就是有 我们的选民 尤其是民进党选民 都非常的可爱 那像我们选区 比如说民进党是提四席 然后他们就会去 自己去看说 如果在没有配票的情况下 因为以前都有说 平均配票 你的身份证尾数 是多少多少 就投几条几条几条这样 那因为这一次没有 所以我们的选民 就非常的可爱 他们都会觉得说 这个看起来很强 这个也没有问题 第三个也没有 哪一个比较弱 那他们就去把票全部就 就是会去自己分配 然后这很容易就会不小心 分配不均 就会有人没选上 所以他其实 在多席次上面 其实真的 不容易选 比较 比较艰困 那我觉得 败选当然有很多种原因 那上一次 他是层层叠叠的堆起来 就像2018年 因为那时候也是有 寒流的浪潮 那除了有寒流浪潮之外 那当然之前在 蔡英文总上任之后 有很多的大型的改革 年轻改革 年改啦 什么很多的改革 那会有很多的冲击 那所以在那一次 加上寒流 再加上很多大型的改革 那其实对台湾 长久来是好的 可是很多短期的时候 会有些人 生活 或是真的觉得 受到冲击的人 他会不开心 他会不满意 然后所以在2018年 那时候的败选 其实是很多的改革 这样叠叠叠叠叠 愤怒极大化 然后可能让很多的 各行各业 各个族群的民众 都有些不满的 他就集结起来 那时候2018年败选 这一次呢 其实我觉得 疫情其实真的多少 真的都是 很占有很大的一块 那为什么讲疫情 因为很多人都说 没有啊 台湾疫情很好啊 我们守护的很好啊 可是老实说 疫情对民众的生活上 有没有造成影响 有 那对很多的劳工阶级 劳工阶层的劳工者 有没有影响 有 因为他可能就是 便放无薪假 那很多的 譬如说像我们的一些 菜市场的摊贩啊 然后一些路边摊的 做食物的啦 或者是一些小店家 自己出来创业的啊 那他有没有受到 疫情的影响 有 因为所以 电导人非常的多 那所以在很多的 包含纾困上面啊 当然你说 这些真的 他们自己出来创业 或者是这些 那个摊贩 路边摊 菜市场的 这些劳动的老板 老板娘他们 可能也没有办法 申请到太多的 纾困的补助 所以他确实有受到影响 再加上可能 国民党有些错误的讯息 就是高端啦 抹黑高端 黑箱作业啦 然后这些一些错误讯息 他整个堆堆堆堆上去 其实还是 当然会有很多的民众 会有一些 觉得生活上受到了 影响 然后受到了剥夺 就会有些愤怒 然后就会觉得 啊那不投了 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经济大环境不好 就这个是 就没办法 全世界的执政党 碰到这样都可以嘛 日本的安倍 美国的川普 英国的强生 都是因为疫情不好 下台了嘛 对 所以这个我没办法 但是如果说 对岸的高端被抹黑 对岸的假信息的话 这个如果对应不好 那就执政党有问题 对 就是等于说 被一顾被别人 牵着鼻子打嘛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像 阿中部长那时候 在选的时候 他一出场 大家就开始在讲说 啊高端 那个疫苗黑箱啦 高端黑箱啦 然后甚至就开始 打他的疫苗防疫 上面的问题啦 那其实像高端 这件事情 还有那个什么 封存三十年这个啊 其实我们解释 非常多次了 但是那时候 当阿中部长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就是 开始进入大选 热战的时候 你看国民党一波一波 都在拿旧的题目 一直在打 然后我们就会说 啊这个都旧了还要打 但是比方 当你第一次丢错的讯息 第二次丢 你一直丢 你丢了十折 那跟我们去澄清一次 他的量其实是不够的 可能我今天是有传到我这 然后可能 他明天另外的错误讯息是 可以传递到 比如说我爸爸妈妈 或是阿公阿嬷 都传到他们那边的时候 其实你要去 再去澄清 你没有一而再 再而再的澄清 就即便他发了十个错误的 我们应该要去澄清 二十次三十次 你都要去讲 那那时候其实我们 这个速度没有那么快 不等于说 我个人觉得 就是上次 我从外人来看 陈时中的选举 基本上就讲自己的 很少攻击别的阵营 佛系 后来 吴亦农也是 完全是佛系 然后后来 蔡培会就开始反击 就赢了 是不是台湾的选民 口味比较重 喜欢看头破血流 光佛系的话 打动不了大家 其实应该是说 就是 选民他们 应该是讲民进党的支持者 对 对我们民进党的支持者 不是说他们口味比较重 他们是觉得 为什么我们都不反击 就是你被抹黑了 你应该要大力的去骂他 对我觉得台湾 比如说这次好像 黄珊珊全身而退 应该一点 衣服都没有脏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但是不要忘了 他还有那个好心肝事件 其实他根本也都 没有解释过 如果要打他 就是没有打他嘛 正好就是国民党没打 民进党不打他嘛 他就基本上在一个 惊涛骇杆之中 全身不失身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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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下装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延长到 赖福总统怎么选啊 赖福总统 现在 外面看也属于 佛系比较强的嘛 对不对 这其实我觉得你看 在 在蔡培会的这一场选战当中 其实 这是除了候选人自己之外 其实整个党中央的策略跟步调 对 其实都有进去到整场的选战当中 那赖清德 副总统那时候已经当党主席 所以他那种主席的路线 领导的整个党中央 在蔡培会补选的这一场 其实很明确的 就知道说我们是 要攻击 要怎么走 然后而且是包含我们的副秘书长 黄建加副秘书长 其实带领了整个我们的文宣群啊 还有组织群就一起下去去协助这一场选战 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可能 赖清德主席赖清德副总统 他以往看起来是比较佛系 但是我觉得转类点 其实你从这一次蔡培会的选战当中 其实看到党中央整个选战的策略是有改变的 它是有改变的 那所以后续在总统大选 当然总统大选 它有一定的步调跟一定的策略 但我相信应该不会再像回过头 大家所印象中可能佛系 我觉得党中央的路线是 是会适时的做很大的一个调整 对而且现在要想打 也不知道对手是谁 国民党一直退不出来 国民党啊 可能那天之前跟那个 石板老师在另外一个友台的节目 我真的 现在回想起来 说不定未来真的会是朱立伦 对现在各种可能 不可能啊 当然各种各种可能 因为你看像马英九这次去中国 所谓的记主 他所谓的记主 他出发前不是就讲了一个 中华民国的这个部分吗 对那但是直接是被朱立伦打脸啊 他就是直接打脸就是说 你马英九这个我是完全否定掉 不是国民党的路线 那他就看起来是比较强硬 他没有想要让马英九拉着就是 定或定调或是变成说在两岸的对话当中 他是马英九是可以成为主导者 或是在国民党在一起之地 我觉得 我觉得当他打脸马英九的时候 朱立伦打脸马英九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要回抓那个权力 在国民党的地方 在国民党未来 而且他们现在是改征召制嘛 改征召提名 就不民调了 臭屁之后就征召他自己 这一般那个主张征召的人 都是民调比较低的嘛 我们看的任何 不管包括民进党也是嘛 民调高的人都说 民调民调民调我们党内初选对不对 这种民调比较低的时候 咱们征召嘛 不要和外党内和气嘛 一般主要征召的都是比较低的 没有 多立伦可能觉得他是最强的 总教练哎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当然国民党应该现在是看不出来 目前是看不出来说 他们的候选人会是谁 可是我觉得民进党自己就是 第一个候选人出来了 那我们就是准备好 然后我们的步调跟启程规划 其实要自己要先有自己的一套规划 不是说你一定要等到对手出来 才有策略 所以应该是大选就是这样子 我们步调先拉出来 对手出来只是把它加进去 然后看我们的攻击点再来分出支线 看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回击 或者是怎么去应对这一场的选战 所以不管国民党的是谁 我相信我们是可以 可以很 就是正面 很从容的应急 对国民党的对手 我们先看不清楚 我们先放下 那另外一个对手 也马上要去美国嘛 这个他已经应该决定出选了 而且台北市的应该你也不陌生吧 对啊 而且我觉得这几年柯市长是靠攻击民进党 赚取了很多的声量嘛 对 那民进党怎么对付这个 另外一个候选人 对第三个候选人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不管是只对国民党或是有第三个柯文哲 那个柯文哲要出来啊 那他们的攻击段一定是打民进党 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 我们的策略其实就是只要 只要是抹黑的这样子的攻击 我觉得我们的回应速度一定是必要很快 那当然柯文哲他自己的问题 其实很容易被人家拉出来 你就是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其实你的民调 你的满意度永远都是在台北市 应该六都来讲 或者是22县市 他也是从后面属上来的 也是后面那后段班的 所以大家其实会去检视说 那柯文哲你连你自己在当市长的时候 你的市政满意度 连台北市的市民都不认同 都是这么低的时候 而且全国比起来还又是这么低 那你怎么样去领导 再加上说你的两岸的论述 你之前有 因为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之前讲过两岸家亲 然后床头朝床尾和 那你跟中国的眉来眼去 那包含说像之前 你对于国际上的一些 友人来到台北市来做参访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国际上的朋友 来到台湾参访的时候 你讲了一些 对于对方是比较不尊敬 或者是像之前英国的 英国的这些来参访 人家送他一个表 他说这是破铜烂铁 我觉得这些东西你都会一样在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民众自己会把它拿出来做一个检视 就是你身为 如果要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你的高度到底在哪边 你的国际视野 那以及你对于台湾在未来走的路线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他势必一定要讲清楚 而不是说像侯友讲的 不要当强国棋子 但强国是谁 那或是厚厚做仔细 柯文哲的势必一定要讲清楚 因为人家一定会问他说 那你之前讲说跟中国是 是床头草船伟合 两岸一家亲 那你现在如果要选总统 那你真的还是床头草船伟合吗 当中国这样对待台湾的时候 就是打压啦 包含说就是 在台湾的外交关系上面 一直去做主脑的时候 那真为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那你要表态吧 你总要表态对于 中国这样子一些动作 你还是床头草船伟合吗 还是你觉得我们还是两岸一家亲吗 我觉得这个到最后 其实民众就会去反问柯文哲 这是他必须要跟台湾人民 讲清楚的一些地方 你讲这些属于战术性的作风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战略性 柯文哲他不知道 为什么能拿到年轻人的票 而蔡英文和赖清德 比起来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蔡英文可以拿到 很多年轻人的票 赖清德年轻人比较弱 那么就是说会不会柯文哲 把年轻人的票抢走的话 就是跟这次陈时中一样 陈时中黄山山那种感觉 这个是大家很担心的 首先你也作为年轻的民进党 你认为柯文哲为什么能拿到年轻人的票 然后民进党有什么对策吗 我觉得先讲柯文哲为什么 可以拿到很多年轻人的票 其实第一个年轻朋友在 柯文哲刚当市长的时候 就2014年 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于他的印象就是 常常讲真话 就是脱口而出 就是说这个什么白痴 然后就很直白 这会让很多的年轻人 跟以往的政治人物好像不一样 因为很多政治人物讲话 就是比较 比较会拐一个弯 他不会那么直的就直接讲这些话 然后而且讲的话都是大家听得懂的 就是这些年轻人说 哇这个好好笑 怎么会有市长会讲这种话 而且就比较 感觉跟我们的距离比较近 所以很多年轻人很喜欢柯文的原因 是因为他讲话很直白 不管他抹角 所以他很那时候 从那时候大家就觉得 对他的印象就是很直白 不做作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他这一点 就我听到的很多年轻朋友跟我讲 只有这一点 没有其他的了 真的没有其他的了 好 那我觉得战略上面其实 我自己吗 应该说这是党中央的战略 那我现在应该也毕竟离开党中央 其实我们现在在地方上 其实我觉得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上面 对我们这些市议员来讲 我们也势必一定要去 要一起打这场选战 那我觉得在市政就是用我们 用台北市的角度来讲 就是柯文哲之前的言论 然后国际上的言论 跟他的台北市的施政 你看光大巨蛋 说四大逼案 现在已经准备要揭幕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都是柯文哲的一些 可以拿出来 他就必须要去做一个回应的一些地方 这也是他的考验 对所以说可能险战术 主打柯文哲 你们这些台北市的 应该变成主攻手 对我觉得这是 因为总统大选不是 不是大家都没关系 不是市议员 好像立委在选 好像跟市议员没关系 没有 因为他是大家都要一起动起来 那当然赖清的副总统 当然相较来讲跟蔡英文总统 比起来年轻选票比较 看起来没有那么多 可是我觉得他其实一直 最近都一直都在努力 跟很多的青年座谈 还有创业的来座谈 那我觉得我相信 其实很多年轻人 慢慢会知道说 其实赖清的副总统 对于国家的任务 跪于这些年轻的 未来的一些路线 他要怎么走 我觉得应该可以再 再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他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